揉获多个国际奖项的纪录片《国有器官》 正在美国的纽约上映 影片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 震撼了纽约的观众 也吸引了医学界人士的关注 《国有器官》将在纽约上映一个星期 来看报道 正在纽约上映的纪录片《国有器官》 再次引发热议 影片通过军医 监狱武警 法轮功学员及被消失者家属的第一手证词 层层揭开中共对法轮功群体 进行工业化规模的火摘器官黑幕 我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 当我望向他时我看到他十分恐惧的眼 据政治医生讲 这是一个秘密的军事任务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国家的行为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 因为作为医生啊 就咱们都是知道的 就是救死扶伤 或者是在西方也是讲 要宣誓做到这一点 就是do no harm 中国大陆这样的这个医学界 发达到这样的程度 沦为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样一种工具的话 那是很令人震惊的 追查国际组织已搜集了四千多起证据 其中六十六起案例明确证实 中共医院使用法轮功学员 作为器官移植的工体 这种犯罪是超过了一般的道德的底线了 是一种反人类和灭绝罪的这种性质了 纪录片不仅呼吁对人权的关注 更让观众看清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自上映以来 国有器官已获得多项国际大奖 包括加拿大电影雄狮奖最佳导演 美国金勋章全球电影竞赛卓越奖等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下晚月上镜 纽约采访报道